港股最近再度从高位回落 年年下跌累计于千点,字枝不时恒生指数已回落至25000点水平 市场方向不明朗,然而,不小朋友却开始认为市况见底,可视拉长一点来看,其实不者认为仅只是跌浪中的反弹,不者在过去的文章不断提及 港股现时主要升幅,是来自过往跌幅较深的弱势股份,反而很多强势股近期仍旧是下跌,并不如以往大市见底回升之时 近期投资者不是追捧一些将来最有前景的个股,反而多投资一些跌至甚低价格的个股,作为留底短炒,所以不者对港股依然甚具戒心 反之,美股三大指数屡创新高,不小强势股继续破顶,正如上周文章提及的股份 写完后股价仍然不断攀升,两个市场的风光大相径庭 可视,有些投资者眷恋港股,即使近期走势疲弱,仍缺意坚持买卖港股,坐不到大浪也要短炒,但是近期短炒甚难,就如11月2日恒指便先升后回 大市高开454点后,午后转跌,全日亦试下跌收市,单日转向之快,真是让人难以触摸 所以读者究竟追求炒上炒落的刺激,还是追求资本增值呢? 若然事后者,那么便不必因为过去只参与港股市场,便封闭自己在港股市场中 其实投资目的是为财富增值,读者当然应该向强势市场进发 让市场高数哪一市场比较容易获利,投资应该是赚容易的钱 而不是强行因为对某一市场特别喜好而勉强操作 现时好淡分界线 美股标准普尔500指数是4540点 港股行指示25900点,美股正处于水平之上 而港股却反是处于水平之下 市场明显地让读者知道两边市场属强属弱 若想再投资市场致富 当然就是跟随市场顺势而为 选择强势的美股坐大浪 港股要待指数从新站上好淡分界线上 才会再行考虑 经济一周推介不论投资 还是做生意 读者皆要跟从市场的步伐 才能长赞长有 Meta Platforms,美股代号,FB,行政总裁朱克伯格,Mark Zuckerberg 在公司年度活动宣布Facebook将会改名为Meta 取名自元宇宙Metaverse一词 意味公司将转型 全力发展虚拟实景平台 原宇宙概念可以扩展至包含虚拟实景 VR 扩增实景 R 混合实景 Mister 人工智能及各类型基于互联网的商业及社交活动等 未来的潜力相当巨大 投资者也认为很有发展远景 不少大型公司也陆续向这个方向发展 虽然这个大趋势最后是否成真 仍有待时间证明 但是时代的确不断转变 如果投资者固步自封 不与时并进 最后只会被市场淘汰 就如曾经称霸影碟租借业的年锁店白士达Blockbuster 因为错过了数码化电影的发展 最后不敌线上串流媒体Netflix 美股代号NFLX 设现时若要发展虚拟实景技术 便需要有很强处理图像的晶片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